与中标戏展现精湛演技 演员孟廷丽生前最后一部戏剧作品即将上档 首映会片花播出她的最后身影 让同剧演员好不舍边看边哭 可以代替小孟姐这个女儿的角色 在剧中演出孟廷丽媳妇的米可白 斗大泪珠闪蓝落下 提到在剧组里人缘极佳的孟廷丽 演员都说真的好想念 他就很像真的就像我阿姆的感觉 然后他是真的很护我 然后有可能我们演戏的时候 我不太会演他就说 那你就看我演一次给你看 或者是他真的很累的时候 还是说我跟他一起对戏 但有可能没拍到他的画面 他就说他就过来说你可白 我跟你讲我等一下在摄影厅前面 然后我会在前面给你台词 然后你要看着我演 然后会给你情绪 但就是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很谢谢孟姐的照顾跟提醒 让我们拍摄顺利很多真的 看着画面就大家都还是 就会比较难过一点点 孟廷丽今年1月拍摄这部戏时 休克昏倒抢救不治 孟廷丽的弟弟也受邀来看 姐姐的最后一部戏 希望你们大家也要加油 把姐姐的精神 流传在你的心中 然后为这个社会继续回馈 其实因为戏剧工作的拍摄 因为孟廷丽事件让台湾戏剧超时感戏的状况受到关注 制作人澄清拍戏过程绝对没有让演员超时拍戏 孟廷丽的角色也不会换人眼 就是希望这最后一部作品能让粉丝永远不要忘记 孟廷丽演戏时那闪闪发光的身影 记者谢去众 陈寅您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